主耶稣 昨天是复活节 我相信对神的儿女来说 我们都会承认复活节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假日 他更是提醒了我们 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虽然知道主耶稣是活着的 但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经常看见复活的主 与我们同在 有没有时常得着神的能力和平安呢 我今天就想与各位多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的复活可说是我们基督信仰最关键的一个根基 因为如果我们今日所信靠的主耶稣不是复活的主 而只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的话 那么我们所信的一切或许就只是一个五根五基的精神寄托了 在主耶稣还没有被捕之前 他已经告诉门徒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 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如果主耶稣指着自己所说的 他第三日要死而复活 不是真的 那么人们就会说耶稣所说过的话 他给人的应许都是不可靠 也有可能是假的 例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既然主耶稣是道路 真理 生命 那么他所说过的话 只要有一句 不是真实的 他所有的话 就不攻自破了 这当然也包括 他是人类 唯一需要的救主 他已经代替我们 缓清了一切的罪 他胜过死亡 等等 这一切的应许 都会成为了许多的问号 其实相信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要问自己 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主耶稣的复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的意思是 主耶稣的复活 怎么连接于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我的理想 我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等呢 我这么说吧 如果主耶稣是活着的 并且他的话是真实的 那么他所教导 我们的一切事 我们都应该看重 并放在心上 比如说 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教导我们说 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因此当我们因某一件的事情 开始有点忧愁的时候 我们要想起这句经文 当我们想要多得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想起主的话说 私比受更为有福 换句话说 我们应当用神的话 来看待每一个情况 用神的话来查验 并做出每一个的决定 或许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不习惯这么做 那时你或许需要 多花一点的时间来祷告 当你在读经的时候 也应当花更多的时间 来思想 并让圣灵向你显明神的旨意 你若时常用心来查验 来寻求神的旨意 到了一个地步 你就会自然在方式上 想起主对你说过的一切话 那就是你对圣灵的感动 对神的声音越来越敏感了 此外 若你时常与复活的主同心 心中也有神的话 你的生命必定会渐渐地有所改变 例如心里火热 也会变得更加喜乐 路加福音第24章 记载着 主的两个门徒 因主耶稣的死 和所发生的事 脸上就带着愁容 但后来 他们因听到主耶稣 跟他们讲解圣经 心就火热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看见复活的主和明白神的话 之人的不同 再就是 当你时常与主同心 主耶稣的心肠就会慢慢地成为了你的心肠 他的关心也会成为了你的关心 那主耶稣的关心是什么呢? 我相信主最关心的就是人的生命 当我们谈到生命的时候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人是否得救 所以当你看见你的上师 父母或孩子的时候 不要单单以他们的角色来认识他们 意思就是 你的上师 不单单是你要听从的对象 你的父母也不单单是你要孝敬的对象 你哪要看见 他们都是有灵的活人 因此重要的是 他们的灵现在认不认识他们的造物主 他们的灵是否被罪恶和邪灵给捆绑 给欺骗呢? 说到底 如果一个人不看重人的生命的话 他纪念主的受难 主的复活 又有何意义呢? 但愿通过我今天的分享 各位能够多思想 主受难 主复活的真意义 并且每一天都能够与复活的主同行 这样一来 你的家庭 工作 产业 才能等 才会得到永恒的意义 愿神 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